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叫我去做的 为他设计的 就是他说很喜欢吃乌冬 很喜欢在家炒乌冬 但是就不知道炒来炒去 都是那些豉油黄炒 我觉得有点闷 那就叫我提议一些东西给他 好 我就为了他设计了今天这个 韩式的泡菜櫻花蝦炒乌冬 希望你喜欢 材料有 乌冬 櫻花蝦 秋葵 泡菜 这个是生的洋葱丝 韩国式的辣椒糕 还有味淋的 要做这个炒乌冬呢 其实第一样东西 就是要将这些一包包的乌冬 在热水里面煮它一分钟 令到它 其实就是令到它散开 就是一条一条地分开它 好 我们预备首先第一样材料就是泡菜 我自己就喜欢将泡菜切成幼丝 那我们将它 切完泡菜之后呢 现在一顺手呢 我们就将一些秋葵切成斜片了 为什么要切斜片呢 因为秋葵其实很小粒 我觉得真的切 橫切面这样切呢 就令到它太小粒就好像没什么食物 好 我们首先将泡菜呢 放一点油到爆香它 泡菜呢 生食和爆香食其实差很远的 我觉得爆香了的泡菜呢 其实是非常好吃的 好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下乌冬了 好 接着呢 与此同时呢 我们就将这个韩国的辣椒酱 放两茶匙下去 喜欢吃辣呢 就可以多加一点 我自己就吃得很辣的 但其实这个韩国辣椒酱 不是很辣的 所以都可以 你看到它其实都挺稠的 所以你可以加一点水下去 再加一点水下去 加了这个韩国辣椒酱下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撒一部分的櫻花虾下去 让它吸一吸那块韩国辣椒酱的味 然后呢 由于辣味呢 是可以用甜味去解的 所以呢 我们就加这个入色的味淋 这个是一个甜酒 好 让它让它辣和甜的味道均匀 均匀均匀均匀 然后就可以下秋葵了 下秋葵之后呢 我们就是很重要的了 试一试味 因为 试一试味呢 你才知道够不够咸 够不够辣 够不够甜 这样 嗯 我辣度和甜度都刚刚好 就差点咸味 那你可以加盐 但是我呢 就喜欢 加鱼露的 因为 其实这个韩国的味道呢 加鱼露下去呢 是会令到味道很不同的 好 接着就可以关火了 来吧 上碟后呢 我们加入一些櫻花蝦在面前 還有這個 這個就是紫洋蔥 然後將紫洋蔥切到薄片之後 將它浸在冷水裡 它就會去除辣味 就會又爽口 而且又很好吃 這樣 這個櫻花蝦泡菜炒烏冬 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還有這個 雞蛋 雞蛋